每一次開機的時候啊 那個鍵盤上面呢 有藍色的FN 跟F2 這個是無線網路的開關 所以我們要按住FN 然後呢去按 F2 然後呢綠色的亮起來 就表示無線網路有打開了 那我們在這邊右下角這裡有個三角星 哪裡有三角星 這裡 螢幕的右下角 打開 那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 連線的訊號 它現在說沒有 那上面就有好幾個無線網路的 那這個上面有一個黃色的東西 表示它是沒有密碼的 黃色的東西就是表示沒有密碼 對 所以呢一般 上面有一個黃色的金碳號就是可以連的 所以在浦朗咖啡它是沒有鎖密碼 所以我們可以連 所以我們剛剛是用4號是嗎 對 剛剛4號 然後好像連不太上 所以現在換5號 哦 那現在又到哪裡去了 現在在哪裡 現在要換5號 現在它這邊在轉對不對 就是它在嘗試連接無線網路 是 好已經連線了 5號 那我們就試試看 打開Google瀏覽器 看有沒有連線 嗯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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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沒有成功 對它說已經連線了 嗯哼 嗯哼 還是沒有成功 就它說已經連線了 嗯哼 大概錄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其他都是 其他是 正常操作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你可以先關掉錄影 然後那個